这是一架YF-23的模型 正在施工 所以抱歉的就贴上了一些胶带 但是也并没有掩盖住 它那些最为明显的特征 比如这对巨大的零星机翼 这副全动式的V型尾翼 没有水平尾翼 喷口则是埋在了机背当中 还特别靠前的驾驶舱 和充满科幻感的机翼笔造型等等 都使YF-23成为 我心目当中最好看的飞机之一 甚至还略微超越了F-22一点 实际上YF-23就是当年 跟F-22的验证机YF-22一起 竞争美国空军第五代战机合同的对手了 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 甚至有一些观点认为 YF-23其实是要比F-22更为领先的 所以除了颜值 YF-23究竟厉害在哪些地方 而既然它这么厉害 又为什么最终却输给了F-22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它 1980年代 美国空军开始预订了一种新型的战斗机 一种旨在可以对抗最新一代的苏联战斗机 比如苏27和米格29的战斗机 因为此时它们的机库里面 现存的空中优势战斗机F-15E 和多用途战斗机F-16战损 在面对对方功能强大的第四代战机时 已经有点捉襟见走了 于是两个重要的指标就被提了出来 第一是隐身 第二是能够在不用开加厉的情况下 实现超音速巡航及超级巡航 这两者加起来就能够让这种新型战斗机 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动静快速的接近敌机 同时还能够留下足够的燃料 一共战斗和返航所需 不管是哪家公司最终获胜 空军都承诺采购750架 以便形成一套坚强的防线 到了1980年底 两个团队被选中了 在空军的支持下 得以进一步把图纸上面的概念 变成实际中的验证机 然后来一场飞到空中的对决 它们分别就是洛克希德、波音和通用动力 组队拿出来的YF-22 和诺斯罗普与迈道组队拿出来的YF-23 好 两支队伍都非常优秀 而且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 隐形飞机开发经验的 我们之前的故事里面 其实已经详细的讲过了 洛克希德曾经开发出了 世界上第一架可操作的隐形战机F-117 以及它的前身慵懒 而诺斯罗普则开发过 几乎完全被雷达忽视的隐形侦察验证机 沉默吃懒 它的遗产被B-2继承了下来 直到今天都仍然还在服役 所以看起来这是一场很难拉开差距的竞争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讲这两者的性能 当然重点还是要落到咱们今天的主角YF-23身上 好 先说隐身性能 尽管YF-22已经采用了相当作业的隐身设计 但是将它发挥到极致的却是YF-23 这里我们要乱入另外一架飞机了 就是以前讲过的也是诺斯罗普设计的沉默吃懒了 你仔细看看它俩有哪些共同点 最明显的就是将传统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 整合成了一对V型尾翼 这对散射雷达波是非常有利的 其次它俩的尾喷口都位于机背 而且还是深深的埋在里面的 这将有利于隐藏飞机的红外热特征 尤其是YF-23 这个通道的周围铺设的全都是吸热的材料 所以尾翼就被隐藏的更好了 最后你看陈波之蓝的这一圈岩边 好像在YF-23身上不见踪影了吧 但是其实还是有的 你仔细看 这一圈像鸭嘴一样的造型 不就是岩边遗传下来的吗 所以所有在沉没智蓝身上 被验证了的相当隐形的东西 都在YF-23身上得到了体现 并且还进一步的强化 比如它的进气口 你根本就找不到里面的发动机 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在这里 拐了一个弯藏在了机背上 利用这样的S型进气道 就很好地避免了压缩机叶片 对雷达波的反射 让隐身性能进一步的提高了 接着咱们再来说说机动性 首先是速度 YF-23一共造了两架 第一架全黑 所以命名黑寡妇2号 装造两台普惠YF-119发动机 在第一轮的测试中 可以实现1.43马赫的超级巡航 第二架改为全灰 所以命名灰色幽灵 发动机也改为使用两台 通用动力的YF-120 从而使超级巡航的速度 提高到了1.6马赫 比YF-22的1.58马赫 还要略高一点点 至于最高速度至今仍然是迷而不宣的 但分析数肯定是超过了两马赫的 好 那机动能力呢 这里就是很多分析指出 说它最终被YF-22打败的最重要的地方了 因为它没有使用像YF-22那样的推力使量喷口 所以理论上它的机动能力肯定是远远不如YF-22的 但真的就是这样吗 其实并没有 别忘了它那对巨大的V型的拳动唯一了 通过相向或者是反向的转动 它能够为YF-23带来几乎与YF-22相同的机动能力 差嘛 也就差那么一丢丢了 总结起来 这两架飞机简直就是旗鼓相当 诺斯罗普的YF-23由于更轻 所以提供了更大的航程和坐月的隐身性能 但YF-22使用了更为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 并且在机动性方面略有优势 剩下的难题就是空军的选择障碍了 我们都知道它最终选择了YF-22 但这是为什么呢 意义方面是洛克希德更会做营销 他们的试飞员在飞行展示当中 就毫不吝啬地将机头高高地拉起 用一个高音角发射导弹的动作 征服了在场所有的官员 各种各样的花式机动 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 而洛斯罗普呢 其实他们的YF-23也是可以完成这些动作的 但也许过于高冷了 人家就是不这么玩 所以就错失了众潮的机会嘛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口碑 操支和拖延一直就伴随着洛斯罗普 所以一向保守的空军 当然就宁愿选择相对比较靠谱的洛克希德了嘛 哪怕YF-22实际上并没有好过YF-23 讽刺的是啊 洛克希德最终也没能够让空军省心啊 他也严重超值了 而且一超就超了数百亿美元 直接将空军原本的750架采购计划 蓝腰 应该说是蓝腿 砍到了只剩186架了 如今他们更是计划将其逐渐推移啊 所以嘛 要是他们当初选择的是这一架的话 结果会是更坏还是更好呢 你来说说你的观点啦 你看和F-15比起来 F-16确实是个小个头 那怎么办 给它来个加大号呗 F-16 XL 提供两倍于原版的记忆面积 可以刮长多大27枚武器 全副武装之下呢 还能比前身飞得更快 飞得更圆 这架它就能够跟F-15有的一比了吧 很可惜啊 这架原本可能会成为 地表最强四代机之一的F-16 XL 从来就没有走到过量产阶段 为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啦 虽然40多年以来 F-16战损一直都是 美国空军战斗机队伍中的中间力量 但其实就在第一架F-16服役的前一年 也就是1977年呢 它的研发团队就已经开发出了 比它更好的版本了 名为F-16 SCAP 但此时的它呢 还是一架特殊的验证机 诶 验证什么 验证超音速巡航的可能性啊 尽管像F-15 F-16这样的现代战斗机 都可以打破阴障 并在超音速范围内飞上一段时间 但是代价却极其高昂啊 它们需要一样东西 加力燃烧时 来增加发动机的推力 但与此同时啊 它也会加快地将飞机携带的燃料 消耗殆尽嘛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飞机 在通过打开加力超过音速后 就将加力关掉 但依然能够保持超音速飞行呢 F-16的研发团队想的就是这件事情了 所以呢 它们就需要利用一个现成的平台 快速地打造一架圆形机出来 验证这个想法 既然F-16是它们的得意之作 那很自然的就拿它来改造一下了 于是就有了F-16 SCAP 这个缩写SCAMP代表的就是 超音速巡航和机动圆形机 虽然说是改造 但你看F-16 SCAP的三式图 其实改的也是相当彻底了 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机翼了 你说它是三角翼吧 不全对 但你说它不是三角翼吧 那就错得更多了 我觉得说它是个拉开的弓形机翼 更加形象 因为新机翼的后略角被分成了两段 一根附近以大约70度的大后略 来实现更好的超音速性能 到了一间则延展为50度左右 以提升亚音速性能 这样在整体上就为F-16的机翼面积 带来了120%的提升 于是也就让声力增加了25% 让油箱面积增加了82% 但与此同时却没有增加机身的阻力 速度反而比原来的F-16更快了 总之这样一改还改来全面超越F-16了 你说这气不气人吗 在看到SCAP的经验成果之后 美国空军的确有了采购它的想法 于是就主动给开发团队送过去 两家早期版本的F-16 要求他们把他俩改造成SCAP的样子 但是有一点是要特别强调的 别给我再整什么权动翼尖了 我要他能够挂满导弹 OK 对了 F-16 SCAP虽然全身上下都很出色 但也有不太实用的设计嘛 比如原本那对友谊要替代 缺失了的水平尾翼的权动翼尖 它不仅在低速下表现不佳 更致命的痛点 还有无法挂上导弹嘛 所以当然是要改掉 好 就这么第一 两架F-16加大后 XL诞生了 它不仅机翼倍增大 连机身长度也增加了差不多有1.4米 所以各种好处都体现出来了 最令人发指的 就是那毫无人性的27个挂载点了 这样它可以携带两倍于标准F-16的弹药 在挂满对地作战的炸弹之后 还能将全道的对空武器 4枚阿姆拉姆和2枚响尾蛇挂载意下 作为对空自卫啊 而且还能比原先的F-16多飞出44%的距离 而且全程都不需要外挂油箱 而且不管是在低空还是高空 都要比F-16飞得更快 还有而且 即便挂满了武器 其高过载的机动能力 竟然也还强过了F-16 妥妥地实现了碾压 空军一看 哟这么厉害 算了 你不是拿来跟F-16比的 而应该是上升到另外一个重量级 跟F-15的全新改进版F-15E攻击音 去竞争一个更有挑战性的项目 增强型战术战斗机项目 简称ETF 一个旨在开发处能够深入敌方领空 独自执行拦截任务 而无需任何其他飞机辅助和护航的 战斗机项目 哇 F-16终于能够正面硬杠F-15了 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各自的改款 这就真的是两个优等生之间的PK了 F-16 XL拥有更大的记忆面积 既飞得更稳 还不是机动性 能够挂着几乎两倍于F-15E的武器 更轻松的超音速 而F-15E呢 有着更高的最高速度 有着更高的飞行上限 还有着 这是被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不是一台而是两台发动机 既然ETF想要的是一架 能够单独深入虎穴 独自扛下全部防空火力的飞机 那自然多一台引擎 就多了一份飞得回来的希望 就这一点 F-15E显然就压过了F-16 XL 最终它赢得了合同 于是F-16 XL的故事 就没有在美国空军那边延续了 而是转到了NASA 两架原型机继续参与了 许多航空研究项目之后 最终停进了博物馆 0.8秒时速破百 什么怪物 就是它了 顶级燃料赛车 今天咱们边拼边聊 对了 我刚才说的破百的百是100英里 所以换成公里的话就是0.8秒时速 以纳一半的一半而已 作为对比 普通汽车的轮胎 chop 在2.4%-2.5%左右 看起来勒糕还需要在做多一点 轮胎 很硬啊 是没有还原实车上真正的胎压的 为什么它要这么软呢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 尽可能的增加它的接地面积 以便能够在它弹射出去的时候不打滑 说它是弹射呢 没有任何的夸张 因为它起步瞬间所带来的加速度 甚至是超过了火箭发射 可以达到5个G以上的过载 但你想这么大的过载 就靠这两个后轮 哪怕它们压的再低做的再宽 也很难抓住地面 把高达11000匹马力的发动机输出 有效的传递到车身的运动上面 所以就要领麻花了嘛 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工程设计 在顶级燃料塞车启动的一瞬间 由于是硬连接 轮骨会马上先转起来 但是轮胎却会因为太软 而滞后大约半圈 于是就带来了第一个好处 吸收发动机的巨大震动 接着在8个气缸 8个排气管 集体向上喷气的强大下压力下 后轮被进一步压低了 大约20厘米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变相的 减小了后轮的直径了呢 等于是从整体上改变了 这辆车的传动比了 有点挂低档起步的意思了 可以更加的顺滑高效 这是第二个好处 而更加神奇的事情还在后面 当顺利启动 后轮也越转越快的时候 巨大的离心力 又会将它的直径拉大 使原本矮胖的后轮 立马就停成了一个瘦高棍 不仅减小了接地面积 降低了阻力 还因此又切换了一把传动比 等于是挂上了高档 可以更快的冲击了 暂停一下 一个新的知识点也就冒出来了 顶级燃料塞车里面 是没有变速箱的 动力从发动机输出之后 就这么干脆直接的 怼到轮子上面了 所以你说它不用轮子来换档 还能用什么呢 好了 就这样 等到了305米的赛道尽头时 通常都可以跑出500公里以上的时速 绝对堪称陆地王者了 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 虽然另外一个王者猎豹 也只能把最高速度维持到很短的时间 但至少也能把猎物追出好几公里 怎么这个如此之猛的顶级赛车 就只能跑区区300米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们知道 其实发动机的每一次活赛运动 都是由一次小型爆炸换来的 如果说普通发动机里面的爆炸 是扔颗手雷的话 那么顶级燃料赛车发动机里面的爆炸 就扔进去的是核弹 再坚固的外壳 请问又能扛住多久呢 没有个4秒钟已经非常了得了 再久就是这个样子的 顶级燃料赛车的发动机 是基于克莱斯勒的一款 8缸引擎改造而来的 为了足够的坚固 直接是由一整块驴洗切成型的 是的 硬生生地在上面赚出了8个排量 达到了8升的大气缸出来 所以他们喝起油来的速度呢 跟一架波音70系起飞的时候 是差不多的 在一次仅仅跑300米4秒不到的比赛里面 可能会烧掉45升到86升的油 说到油 你们猜 这台发动机烧的是汽油 柴油 又或者是航空没有呢 都不对啊 它烧的主要是消机甲烷 这是一种自带氧气的原料 你看它的化学是 里面是有O的 对不对 就是氧嘛 所以相对汽油而言 燃烧它所需要的进气量就会少很多 具体到数字上的话 每燃烧1公斤汽油 需要消耗14.7公斤的空气 而每燃烧1公斤消机甲烷 则只需要1.7公斤的空气 只是汽油耗气量的11.5% 那么反过来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 要是给它一份空气的话 它能够燃烧的量 就是汽油的7.6倍了 尽管消机甲烷的能量密度不如汽油 前者是11.2兆焦每千克 后者是44兆焦每千克 但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学乘除计算之后 也能得出用消机甲烷的发动机 要比用汽油的发动机功率高了2.4倍 再加上看到发动机顶上的这个了吗 它是一台P的凯夫拉 就是用来做防弹衣的材料的增压器 负责将空气 以每分钟8.5万升的速度压进气缸当中 气压高达4.5霸左右 可以直接把我的这个表给干爆了 妥妥的一个压力炸弹 难怪一定要裹上凯夫拉了 这样即使它真的炸了 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伤害嘛 对了 还有一点很猛 人见人爱的奔驰大机能够提供高达421马力的动力输出 但是就算在这台增压器面前已经摆成渣渣了 因为光是驱动它 一台增压器就需要750匹马力才行 坚持难以想象 好了 这台积木塞车我已经拼好了 好看是挺好看 就是它跑不动 怎么办 那就做一台会跑的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好看